豐富順利的遊戲畫面 跑起來完全不卡卡 英特爾最新一代桌上型處理器登場 號稱地表最快 這回也採用自家升級版Intel旗製程 執行長季辛格還透露 英特爾激起直追先進製程進度超乎預期 重申四年內要推出五個世代 甚至埃米世代相當1.8奈米的 Intel 18A測試晶片已在設計當中 今年底前就會試鏟 更不忘隔空護槓 揮答執行長黃仁勳 日前釋出的摩爾定律以死說法 我們不會休息 直到一段時間的桌上 我們會繼續成為摩爾的法律 你明白嗎 活動和健康 守護摩爾定律之外 晶片效能要能持續走高 另一大關鍵就是小晶片先進封裝技術 由英特爾發起的UCLE 開放式小晶片生態系聯盟 包括台積電三星超微等大咖都有參與 台積電這回甚至破天荒 派高階主管站台表達支持 它必須要跟前段跟後段加以整合 而達到co-working 就共同合作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還可以讓單一晶片的代工 然後變成了一個整合IC 變成系統化的一個整合 晶圓代工廠從過去單純只做晶片代工 到現在往後段封裝發展走向整合 各大廠之間持續維持著 又競爭又合作的晶合關係 東森財經新聞 莊博翔葉子晶台北報導 是故事直播